Hello 大家好 我是屍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早新聞報導 今天是6月12日星期一 又一個新的星期一 大家就努力去工作 努力面對新的生活和挑戰 由於今天是612 所以有些黃人亦都說 今天是612的四周年 又開始做了一些海報 又說上網又不知道怎樣 諸如此類那些 不過我覺得這些應該都是虛火 畢竟年六四 其實他們都沒什麼搞出來 我們最後都可以成功 很安全很平安地 度過到6月4日這個日子 所以我相信就算是6月12日 就算有些人在網上亂說 但也改變不了 大家今天正常 上班上學都是做自己事情的日子 希望香港太平一點 還有 好像昨天都沒有那些斬營案 沒有那些特別暴力事件出現 相當之好 好啦 跟大家看看天氣 現在的氣溫就是29度 差不多整個星期 天天氣溫都維持在28、29度 外面就是多雲間不中天晴的 天文台在上午4時45分發出特別天氣提示 現在在海南島以東的海域低壓區 將會在今天和明天向東移動 簡單來說 今天和明天會有狂風和暴雨 這件事我早就和大家說過 記得帶傘 因為這幾天不帶傘 有時候你一定很狼狽 所以我自己已經隨身帶了一把縮骨傘 兩個星期 都救了我不少次 好啦 跟大家看新聞 阿根廷的球王美斯 在前天上午乘搭私人飛機 抵達北京 展開第八次的中國行 美斯的到來令到中國很多球迷相當興奮 但是 傳出他當天因為簽證問題 在北京機場等了兩個小時 很不容易才能夠成功出境 根據一些網上的片段流出 兩名中國的警員站在美斯旁邊 一邊的工作人員正在努力溝通 美斯就是拿著一本紅色的護照去回答問題 報道就說 美斯是擁有阿根廷和西班牙的護照 這次來的時候 可能因為沒有溝通清楚 拿的是西班牙護照 沒有辦法在中國使用落地簽 也沒有事先申請簽證 所以沒有辦法直接入境 證明了所有東西都是根據法治 不是根據人字 即使你大如美斯 你拿錯了簽證 也不是說 可以認得你 美斯可以 文件後補 也不是這樣 也要困回兩個小時 也代表了 我們的做法 真的不是因人而異 好了 下一則新聞 何超儀昨天的新聞 大家都頗為關心 現在再有新的小小事補充 昨天有媒體在晚上爆料 原來上年陳子聰在澳洲入院檢查的時候 發現有幾條血管撕裂 導致嚴重的內出血 需要立即做手術 何超儀也立即放下手上的所有工作 飛到澳洲 陳子聰做完手術後 就昏迷超過20天 醒醒後 下半身也癱瘓了兩個多月 再加上身體各種問題 令到她暴愁 何超儀為了幫丈夫醫病 用盡心力 可惜 在澳洲、香港、或是美國 都未能成功做到手術 令到何超儀心情受到很大影響 現在請了一個24小時的看護 再加照顧丈夫 為了照顧丈夫 暫時也不拍戲 想不到 半億千金 當年沒有人指得她 無論誰向她苦苦哀求 都沒有辦法令到她牽牆掛肚和改變 如今 因為丈夫的原因 令到她終於明白 你愛一個人 關心一個人 你自己會作出什麼改變 下一則新聞 跑馬地在昨天晚上 發生了令人發指的襲擊案 原來也有事情發生 幸好未去到武器這個地步 在昨天晚上7時 警方先後接獲兩宗報案 目睹一名男子 在堅拿道天橋近禮頓道交界打女人 從讀者提供的片段 可以見到 遇襲的女子是拖著兩名小朋友 滑過馬路期間 遭到一個頭戴白色鴨舌帽的男子 從後追上 Cat Moe 男子 當著兩名幼童面 出手扯這女子的頭髮 多次打向她的臉部和頭部 並且撞向這名女子 令到她幾乎跌出馬路 當時身旁更加有車輛駛過 險象還身 有讀者向媒體表示 當時開車見到現場 接著看到男子瘋狂追著女子來打 場面相當恐怖 報了警 警員到場後 在附近一大搜索 無發現 將案件列作為集行處理 這些可能是牽涉到 男男女女 夫婦等事情 但這麼可怕 希望警方可以主動去追查一下 下一則新聞 巨型黃色 最後復活肥仔 更漂亮 昨天下午在青衣充氣 主辦方說 經過測試後 將會再次啟航 總之現在的鴨鴨 在青衣船廠進行反覆測試 如果可以的話 再次會拖回維港 上次說 因為天氣太熱 所以氣體膨脹 令到小鴨崩 如果知道 香港的天氣這麼熱 接下來 這次的衝氣 會不會衝小一點呢 方便計算 天氣熱 所以鴨會自動膨脹 希望鴨鴨可以早點 乘雙乘對 下一則新聞 林作 我免得再開一集新的去說他 因為這個人已經不值不配 最主要的是 看到觀眾都對林作這個人 沒什麼興趣 還有就是 林作 即是他現在的曝光率 在媒體的SEO流量 少了很多 所以 在神早新聞那裏 說一兩句就算了 林作 終於跪下 求生路 拘捕媽媽 一起向媒體公公道歉 說 願意去協助鑽石山事件中的 受害人和他們的家屬 不知道 林作和林作媽媽 是否看了我的影片 我也有說過 你道歉 還可能有得救 甚至乎 拿回十幾萬 出來 去幫助受害者家屬 也有救 不知道是否看了我的影片 所以出來道歉 不過 林作的道歉 有些人拍了一些照片 看到他所謂的道歉 沒有誠意 即是他媽媽的骨弓 比起林作更加有誠意 還有 林作在這個 道歉記者會的時候 他基本上三句 不賣兩句 就是媽媽 其實也是說 順便繼續再去宣傳一下 自己做的什麼投資理財 我也想在instagram看了 他就說 有成千多人 就向他報名 想了解一下 那些投資心得 那些 不過他那些所謂的報名 是說 你在google那裏填份份 然後就當是那些 其實我自己一個人 都可以扮十個人去報名 還有 他那隻 是在網上 即是用zoom去看的 即是 就算你說 一千萬人看 其實大家都是用同一條連結 就等於是 播一條片 那你想一下 即是 林作一條片 如果只有千多view 即是他說千多人報名 即是等於 更少於我 那你就想一下 其實就是說 林作的影響力 隨著他成為一個 玩壞了的玩具之後 真的越來越小 因為你都可以留意到 這幾天 林作的新聞都沒有了 是真的剩下 某一間 你會看到 和林作關係特別好 幫他打完線稿 會繼續去報道之外 其他媒體都是說 開始燒庭 開始冷淡下來 再過多一兩個星期 相信就真的可以看到 林作掉落地之後 究竟他還剩下多少 不過都是那句 他衰極 永遠都有他媽媽保底 跟我們這些 即是守庭口庭 還是要擔心未來生活的人不同 好了 下一則新聞 繼續說說黃鴨新聞 近日香港掀起黃鴨潮 日前有五千隻橡皮黃鴨 快閃在大嶼山的天庭大佛 在長石階列鎮合照 市民在今天起 可以購買那些 不知道算不算叫做 拜過神拜過佛的鴨仔 也都說明 這些鴨仔 你在天庭大佛搞完 究竟是否為某人謀私利 不是 首批這些鴨仔 收益 全部會捐給輪舍輔導會 另外這些鴨仔 亦都會由明天起 在昂平市集 展出 昨天 昂平360 義工隊 以及輪舍輔導會 合共40多位 義工 將五千隻橡皮鴨 排列在天壇大佛的268級石階 和大佛合照 看上去 其實都頗帥 最重要的是 如果他是做善事 他不是說 某一個YouTuber 某一個KOL 去打卡 其實我覺得可以接受 下一則新聞 九龍西聯網發言人 今天呼籲 葵聰醫院 一個28歲的男病人 在11日晚上自行離開 馬加列醫院 呼籲公眾人士協助尋找 這個28歲的男病人 由於受傷 11日由葵聰醫院的職員陪同 前往馬加列醫院的急症室求診 在晚上9時9時自行離開 保安員隨即全員找人 但未能够找到那個病人 聯網非常重視這件事 已經報警了 這一個病人 勾太高 健食身材、短髮 並且留有鬍鬍 怎樣解釋呢 這個人就是住葵聰醫院 你當它住青山 然後去其他地方看醫生 看看一下這個時間 所以為何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反應 甚至會登上報紙 因為這些人是未獲得醫生承認他出院的 而且你要入住的 即是本身有的問題 再加上荷里活事件 所以為何大家會有所擔心 下一則新聞 在英國德文郡的一個技術學校 在6月9日發生了校園襲擊事件 一名16歲男學生 用徐仔先後襲擊其餘兩名學生 一名教師 其中一個學生是重傷危殆 網傳說 其中一個受害者是香港男生 獲得英國五大老科醫生之一為他做手術 至今仍然昏迷不醒 有時候這些治安問題的事情 真是很難說 其實對比你會看到 香港的大學或者大專 甚至中學什麼都好 其實就很少這些事件 但外國的話就不知為什麼 總是一年會有幾宗這些事件 相當之嚇人 下一則新聞 近年投資騙案上升 警方就分享了一個比較特別的騙案 如果你是婦婆 如果你是有很多樓放租的話 你記得要特別留意 當然我會建議你掃描我隔壁二維碼 先說回正經事 警方就說 一個80歲的婆婆 在地產平台放租物業的時候 由於披露了她的手提電話號碼 所以騙徒假裝有意去租借單位 所以就接近婆婆 並且在聊天當中取得對方信任 跟著就說 有一些低風險高回報的項目 去哄過婆婆去下載假的APP 進行外匯投資 半年期間合共握了910萬 當中有500萬 更加就是婆婆丈夫的遺產 另外也有一個17歲的男學生 在交友平台認識騙徒 獲得對方去推薦一款假的 投資加密貨幣APP 在四天內 就被人騙了21萬的零用錢積蓄 17歲有21萬的零用錢積蓄 我相信 其實雖然是傷 一定會被家人罵到爆炸 但是 你17歲能夠有21萬的話 即是你家裡窮就有個抱 好吧 其實21萬就當作是散銀 17歲你正常你怎麼找到 下一則新聞 在10號的時候 一個39歲姓陳的男工人 在西區薄芙林道86號 一個住宅地盤單位 就從高處墮下 據了解 事主的妻子 和年約14歲的兒子 是剛剛得到香港身份證 陳男就在事故之後 腦出血 留意深切治療部 在昨天的下午1點44分 宣告不治 唉 這些就慘了 開工 然後就搞到這樣 好了 下一則新聞 同樣也是一些工業意外 又是10號當日 都有跟大家說過 一個51歲的南風炮工人 據報 在灣仔一個地盤休息期間 就暈倒 送院之後 證實了不治 據了解 死者和妻子 欲有兩名義子 兩子均身處內地 已經成家立室 死者原本跟妻子同住 但妻子患有重病 必須長居於內地休養 事發之後 妻子已經由內地趕回香港善後 工業傷亡權益會 亦表示 已經聯絡了事主家屬 看看有沒有事能幫到手 好了 下一則新聞 中國電動車製造商 比亞迪 他有兩間 位於香港和九龍的陳列室 在凌晨發生被人林洪有事件 兇徒動機未明 未有人被捕 在今天凌晨3時 據報有警員巡邏 去到七咸道南107號對開時 發現上指地方 有兩塊落地玻璃被人林洪有 警方拉起封鎖線去調查 案件交給油尖網警區去調查 由於內地的電動車沒有受影響 所以不算太大件事 便衣警員在附近 找到一個2公升容量的油漆罐 相信是與案件有關 另外 在凌晨5時 在灣仔告市打道的 比亞迪陳列室的大廈大堂玻璃門 亦被人林洪有 初步懷疑 兇徒將攝氏地鎖旁邊的 新銀集團中心 誤當是比亞迪陳列室的玻璃櫥槍 成為了代罪羔羊 比亞迪的東西其實都頗好 特別是說 雲巴比亞迪掌握著關鍵技術 所以究竟會不會是黃人 襯著612 心心不分 去對一些中資集團 進行一些傷害 就像之前 例如中二棟 例如優品360 都會被人襲擊 比亞迪這麼出名 當然不奇怪 下一則新聞 又是兩天前 關於紅磡開火的新聞 被捕的司機 暫時被控五項罪名 將會在今日 在九龍城裁判法院 提堂 這個人有時間坐 周身又是毒 諸如此類 車又亂開 差點撞到警員 初步估計 五年六年 就應該走不掉 下一則新聞 黃大仙發生了華爾爆竊案 在昨天凌晨1時 警方接獲 黃大仙龍場道息息園 黃大仙廟的 職員報案 指 寺廟中有香油錢箱 懷疑被偷錢 警方接報到場調查 暫時未有人被捕 涉案的金雅 仍然是點算當中 據了解 有職員回到帳房時 發現其中一個香油錢箱 倒地 現今散落一地 懷疑被爆竊 警方調查後 不排除案件屬於誤會 負責人 將會返回寺廟 作進一步調查 下一則新聞 不知道是否由於天氣熱 所以人與人之間 容易拆槍走火 有網民在網上公布照片 指 在葵方小巴站 有兩名小巴司機 在馬路上大打出手 期間更加展示出 但反而被捲入戰場當中 相當無辜 事件引來網民的熱意 笑言 老馬有火 兩個男人為何在馬路上那麼前面 以及說 南上加南強人所南 天氣這麼熱 人是特別燥 這個我絕對承認 我當然沒有燥 但我留意到身邊的人 火爆的情緒越來越厲害 下一則新聞 警方在昨天下午 在港鐵黃竹坑站 揭發了一宗 藏有非法讓物的案件 在昨天下午5時半 警員在站內巡邏期間 發現一名男子刑跡可疑 於是上前去截查 經過調查後 警員在35歲姓5的男子身上 檢獲到市值18,000元的非法讓物 最後被捕了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下午2時 一個16歲的少年 在荃灣的全景為報案 早前在社交應用程式 認識了一名女子 然後跟別人玩的不穿衣服聊天 然後被人拍照 然後勒索一萬元的點數卡 最終損失了2700元 肯定是拘捕不到人 因為別人隨時連香港都不在 特別是那些不在香港的人 才會叫你去買那些一萬元點數卡 因為點數卡來說 全世界通用的 即是蘋果那些 在香港賣 然後給一個非洲人 他又用到 給一個意大利人 他又用到 所以 問得你拿點數卡 就不用想 別人一定是不在香港的 好了 下一則新聞 黃大仙在昨天下午發生火警 在下午5點的時候 警方和消防接獲多宗報案 就說 在慈雲山近住慈愛院附近山頭 和慈雲山觀音廟附近有煙霧出 更加傳出爆炸聲 消防接報到現場灌救 在傍晚的5點49分 大致將火救息 經過調查後 初步相信 在觀音廟旁邊 由慈山人士自行搭建的竹棚和欄杠 在煲水期間意外點著 幸好無人受傷 下一則新聞 沙田警員在昨天上午在區內 打擊非法勞工和掃黃行黨 警員在行動中 發現一名女子 鬥搭圖人提供按摩服務 經過深入調查後 警員突擊去搜查大圍道的一棟大廈 在單位中 拘捕了一個46歲持傷情症的內地女子 涉嫌違反逗留條件 說起這些 即是隨街漏人打骨 前陣子 很多伯父被搶金鏈 等等 到現在 這些事件就消聲匿跡了 所以 當你說治安不好的時候 隔了一段時間 你會看到 其實某些罪案 是從我們生活中消失了 警方 其實是有工作的 但是 會去珍惜 會去把這件事告訴大家的人 因為 站在警方立場來說 他很難每天賣花棧花香 所以 需要多些 我這些義工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一則新聞 淺水灣 懷疑有泳客中暑雲島 救生員合力救人 在昨天下午4時 警方接獲淺水灣泳灘的救生員報案 警方說 有一名外籍男子 懷疑中暑雲島 不省人事 事主 其後 由救護車 送往 勒敦治癒醫院治理 當時 他仍然陷入昏迷 但是 有呼吸 和脈搏 好了 下一則新聞 想不到 警方 在牛池灣 那件事 連續三天 洗太平地 繼續和大家看看 在昨天下午 黃大仙警區聯塘迷食環處人員 在清水灣 牛池灣 街市 在附近一帶 展開了聯合的執法行動 打擊 店鋪的非法擺放 貨物 又或者物品 在公眾地方 對其他人造成阻礙 兩天的行動當中 人員分別發告票 現在這件事 想起來 好像還未被捕捕 不過 要阻止兩間連鎖賣菜的店鋪 你們再有什麼紛爭 其實這樣 去洗太平地 是有需要的 除了是來自警方的壓力之外 其他商戶 都會有人群壓力 大家都會覺得 就是你們兩隻麻煩人 你們搞到警方食環 每天過來掃牆 令到 希望他們能夠 知難而退 不是真的退了單位 而是說 不要再想著搞那麼多事了 你搞到那麼嚴重 還未夠嗎 希望他們 懂得結身之愛 不要再有什麼 刀光劍影事件出現 下一則新聞 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的新聞 很多都是回顧兩日前新聞的結局 關於旺角Tesla 逆線險狀圖案 警方經過調查後 向45歲的飛籍女司機發出告票 懷疑是因為不熟路所引起 不牽涉快餐車的事 但無論如何都好 你亂開車 你都要上庭 下一則新聞 在灣仔海德中心 發生了 玻璃門傷人的意外 現場消息指 在昨天下午3時半 一名醉酒的男子 在附近一小時後 突然走進海德中心 但他走到大廈正門的時候 突然把一個應該推的門 向後拉 結果他醉了 結果老年勁大力拉 最後整道玻璃門碎了 醉漢被玻璃割傷流血 最後送去律敦治醫院治理 現場留下了大量的玻璃稅 由工人慢慢去處理 不知道一道這些門要多少錢 要賠多少 不知道兩萬多元夠不夠 去修理好這道門 除了這道門本身的價值外 你也要安排工人 不知道最後會被民事起訴 告多少錢 下一則新聞 在銅鑼灣的百德新街 在昨天發生了偷影事件 在11點就接報了 一個23歲的男子 在百德新街的廁所裡 懷疑被一個43歲姓休的男子偷影 警方經過調查後 拘捕了這個姓休的男子 據了解 事主和被捕的男子並不認識 下一則新聞 西貢發生了 樂極心悲的游艇浸親事件 在昨天下午3點12分 一名中年男子 在吊中洲附近的海域游船 人可期間 遇到同行的友人 合力把他救起 由政府的非人服務隊 送到東區醫院 送院的時候 已經掩掩一息 需要接受心外壓的急救 到醫院搶救後 在下午4點08分 證實不治 警方正在調查這件事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的中午12點 警方在港鐵元朗站 發現一個16歲少年 刑跡可疑 於是搜尋他身 在他身上 找到一個鐵蓮花 最後藏有攻擊性武器 所以被捕了 下一則新聞 元朗近期有穿著著忍者莊的 賊人試虐 繼上個月 白鄉一間村屋 遭到忍者爆洩後 近日 有同樣裝束的可疑男子 亦都在夏村鄉延伸 未知是否屬於同一伙人 警方提醒 看到有人這樣 應該立即報警 下一則新聞 兩名通渠工人 昨天去到 諾馬州古洞路 白石粒一村的村屋 在廚房幫忙清理渠道時 懷疑通渠水和渠道產生化學反應 導致大量氣體湧出 並傳出器備氣味 工人吸入氣體後 不惜暈倒 女護主陷入半昏迷狀態 男護主健壯報警求助 消防及救護員 廣致現場 把五十八歲姓曾 和六十歲姓郭 還有四十二歲的女護主 送去北區醫院治理 隨後 大家都恢復清醒 通渠這些事 有時便小心 可能這條渠不單止失了 還有其他 可能是強酸或強簡的物質 所以導致化學反應 通常化學反應會生出熱 生出熱的話 就會造成氣體釋出 令氣體更活躍 最後一宗新聞 昨天早上十時 有途人發現 藍田公園一個沙井的位置 傳出動物的叫聲 擔心是否有狗狗 被困於沙井 於是便報警求助 更加有消防員 爬到沙井 最後初步估計 甚麼都沒有 可能是牛蛙的叫聲 引起了途人誤會 其後便收隊離場 好了 今天的晨早新聞 就到此為止 我們待會再見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 新開始 新星期一 繼續努力 就這樣 拜拜